悠久的历史文化 使意大利成为欧洲最古老 最有魅力的国家 自1978年6月23日 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行列以来 意大利四次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成员 主办过第七届和第21届世界遗产大会 到2017年7月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 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意大利世界遗产 共有53项 其中自然遗产5项 文化遗产48项 含跨国项目6项 在数列上是世界第一 其中伦巴蒂 西西里和托斯卡纳 是遗产最多的大区 下面我们就按照开头字母的序列 介绍意大利各个大区的遗产 先来看巴西里卡塔这个大区 有一处遗产 就是马太拉 动摇民居和颜克教堂公园 意大利南部的马太拉 远古的时候 人们利用当地的石灰岩 山谷中的缝隙 做牺牲之地 进入青铜时代后呢 因为有了凿石工具 就慢慢地把山体的缝隙 改造成能住人的洞穴 几千年来形成了各方面都很完善的村庄 再来看卡巴尼亚大区 这里有五处遗产 首先是纳布勒斯历史中心 纳布勒斯是公元前470年 由希腊移民创建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接纳和保留了 不断出现在地中海和欧洲的整个各种文化的印记 还有一个就是 蓬贝 赫库兰尼姆和托雷安农奇亚的考古区 蓬贝古城 大家都会知道 这是公元79年8月24号 威苏维火山爆发了 火山灰淹没了两个繁华的罗马古城 就是蓬贝和赫库兰尼姆 还有那个地方许多家的富人的别墅 两百多年的挖掘 使这座沉睡了近两千年的城市 重见天日 蓬贝古城的商业的那种气派 规模不大 却保存的完好的赫库兰尼姆的假日度假圣祭 两者相得欲章 而托雷安农奇亚塔的 奥普隆帝斯别墅 漂亮的壁画 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幅早期 罗马帝国富裕的市民生活的 很生动的画面 秦伦托和迪亚诺河谷国家公园 这里包括了帕埃斯图姆和维利亚考古地 还有帕杜拉的这个修道院 秦伦多地区是一处著名的文化名声 同时也是古希腊殖民地 与本地人之间的一个边界 18世纪的卡塞尔塔王宫和王宫的园林 维泰里输水管道和圣莱乌桥建筑群 卡塞尔塔王宫建于18世纪中期 是为了统治纳普勒斯地区的波王王朝 修建的 设计王宫的建筑师 希望他能够比肩凡尔赛宫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王宫 因此我们确实看到 被联合国教坡文组织 誉为气势辉弘的 巴勒克建筑风格的绝唱 阿玛尔费海岸 阿玛尔费海岸环境优美 自然景观丰富多彩 从中世纪开始 人类社会就在这里定居生活 这个地方有一大批 像阿玛尔费和拉威罗这样的小城市 他们都有不少重要的建筑和艺术作品 现在我们来看 Emilia-Lomagne大区 这里有三处遗产 首先是文艺复兴城市费拉拉 和波河三角洲 费拉拉是从波河的浅滩上 建立起来的 逐渐成了意大利的文化艺术中心 在15 16世纪的时候 吸引了大批文艺复兴的才子巨匠 Ravena 拉文娜 早期基督教的古迹 五世纪的拉文娜 是罗马帝国的所在地 后来一直到八世纪 它又变成了败战亭意大利的都城 城里有独特的早期基督教 马赛克藏品和建筑 摩德纳 摩德纳 主教堂 市民塔和大广场 摩德纳 宏伟的十二世纪的大教堂 是 Lanfranco和 Veli Gelmus 两位伟大的艺术家的杰作 是早期 罗马风格艺术的 最杰出的典范 下面我们来看 Friuli Venetia Giulia 这个大区 有两处 一处是阿奎莱亚的考古期 和宗主教区圣殿 阿奎拉大部分的遗迹 现在还在地下 没有发掘 正是因为这个 它才是这类行中的最大的古迹区 这里长方形的主教教堂 是用优质的马赛克 铺住的著名的建筑 同时 也在中欧大部分地区的传教过程中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阿尔卑斯山地区 史前胡岸木庄建筑 这一个遗产 包括阿尔卑斯山地区以内的 还有以外的湖边 河岸 还有湿地 一共111处 这种史前木庄建筑 也称甘蓝建筑 现在我们来看 拉齐奥大区 有四处 首先是罗马的历史中心 这个城 享有制外法权的 罗马教廷建筑 还有城外圣保罗大教堂 哈德良别墅 在地窝里 哈德良公元76年 生于罗马 是一位在诗歌 数学建筑绘画方面 有很高造诣的皇帝 伊斯特别墅 提河里城里的 伊斯特别墅 及其宫殿和花园 全面系统地 反映了最精致的文艺复兴的文化 再就是切尔维特里和阿尔奎尼亚的 埃特鲁里亚人的公墓 在罗马建国之前 埃特鲁里亚人是意大利的主人 他们教罗马人各种记忆 他们深信死后会有另外一个世界 因此对墓葬是非常考究的 把生前的一切都要搬到墓穴里 还装饰的美门美奂的壁画 我们再来看利古里亚大区 这里有两处遗产 维内雷港 五渔村 还有岛屿群 位于五渔村这个镇子 和维内雷港之间的利古里亚 滨海地区 是有着重要的风景和文化价值的景区 热纳亚 热纳亚是这个大区的首府 新街和罗利宫殿体系 在这里我们欣赏到画家 彼得·保罗·卢奔斯的作品 被誉为全欧洲最美丽的街道 我们现在再来看 北方的伦巴地大区 一共有七处遗亚 瓦尔卡·莫尼卡研画 在伦巴地平原上的 瓦尔卡·莫尼卡古地 有一批最壮观的 史前岩石雕刻群 在持续八千年的历史中 岩石上刻满了超过14万幅的 各种符号和图案 描绘的主题是 农业 航海 战争 还有魔法 圣玛利亚感恩教堂和多明格 修会的修道院 他最重要的就是 Leonardo Da Vinci的最后的晚餐 阿雷达的克雷斯匹 其中红宫 白宫和特尔西宫 搜藏了很多15世纪到18世纪的油画 值得一看 圣乔治山 在提亲人省的 鲁卡诺湖南边 圣乔治山海拔1096米 森林覆盖的山体 呈现一个金字塔形 山上出土的 三叠际的海洋生物的化石 是迄今为止最好的 曼陀瓦和萨比尼塔 曼陀瓦是湖边的一个安静的小城 但是它在中世纪的时候 和德国的交往 让它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欧洲眼里 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旅游圣地 可惜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 阿尔布拉 贝尔尼娜景观中的雷坛铁路 在利西亚铁路的网页上 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这是阿尔卑斯山地区 在欧洲最陡的铁路 在这条高山铁路 创造了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 在存在了一百年之后 它仍然让人惊叹 不仅是工程师 也包括旅游者 意大利的伦巴蒂 人遗址 全立之所在 伦巴蒂建筑 结合了多种风格 吸收了古罗马 基督教 拜占庭 北欧日尔曼等 多种元素的影响 标志着欧洲古代 向中世纪的过渡 这一系列的遗址 见证了伦巴蒂在中世纪 欧洲基督教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中 起到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对修道运动 所发挥的一种推动作用 对修道运动作用 från原告 有福利的伦巴蒂在中世纪 提创 中世纪 主席